哈囉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羽鳳叔叔的牌組試煉 然後我要接續的玩上一次的 李諾烈 然後上一次是一個 三勝一敗的戰績 所以我還依稀記得 打到一個爆牌賊 然後我還是敲他一下 關鍵那一下子 然後時間到了 結果就打個平手 好啦好啦 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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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吧 讓我加一場 生理 可以吧 好 再玩 玩 玩看 這套 李諾烈 其實我覺得 烈人的話 現在主題性 這樣沒有什麼很明顯的主題 想 其實有點難想要怎樣配牌 那其實李諾烈人只是 就是碰巧就想出來了 那我希望的話前面可以拿到 愚人 也還有愚人爵士 那我就可以換到英雄能力 如果我對上聖騎的話我拿到寬野火戰師和末日月子還是不錯的 因為如果他開始下場面試我可以放寬野火戰師 然後再丟一張魔法 然後其他場 雖然說我魔法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多張 這樣的話感覺我可以直接下 動物怎麼辦 不知道會不會想要解我 如果他要解我的話就是那個 王者祝福嗎 沒有他直接拿起他的陣營劍 哇那麼兇 直接拿起他的陣營劍 所以說我 我 有一丁點難辦耶 我現在 可能丟火戰師給他玩 可能丟火戰師給他玩 他應該的話不說就是砍死火戰師 沒有其他選擇 然後我希望他是用王者祝福 4號用王者祝福 強化他的手下然後打我 那我就可以丟火華者 結果是一隻羽人隊長 羽人隊長的話那我也只能丟末日預言隊 要來臨 現在只能希望他撿不掉 撿不掉我 撿不掉 他怎麼還有一把刀啊 這真不是普通的誇張 OK 那這樣的話我可能要直接丟 三顆製作卵 這局面沒有非常好 哇 實際上就討厭生物 哇 就生出更多更討厭生物 這樣的話怎麼辦呢 我可能先換掉 然後 看他致命射擊有點大之類 中間 那這樣的話我還是要想辦法禁言掉 預言騎士 不然他還反 喔 這樣的話不太好欸 喔 果然 喔 喔 欸 直接GG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哎呀 沒有抽到什麼關鍵的牌 最近還滿討厭 ei 帛人魚的盛器耶 不過... 盛器就用進夠嘲諷了 再加上 那個人啊 呃呃呃呃呃呃呃,加倍嘲讽 讨厌那奥斯 又是一套,不太好 好,就这样了 打速度的話還是希望我前幾天拿到那個 化炸線 好來了分力 莫哥頓博爵士 所以我可能要先被盜手 那又可能丟那個法師抽一張法 或者是 居然是惡魔苦夜 蠻難的一件 可能就是要直接敲掉了 是哈嘍哈嘍 蠻討厭的欸 怎麼那麼討厭 那我可能要先丟出爵士 雖然拿到火球 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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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導 火球 火球 火帶 火 happening 火 然後還有剛剛 他是惡魔 惡魔術嗎 蠻古道的玩法 哇 又是抽一張牌 他是奪缺牌 然後那隻 血之小鬼幫他加 那我可能會很生氣 直接 直接送他嗎 抽一張牌在做 OK 抽到正二者 再加一隻小兵 取緒夫長 又是阿拉了 阿拉了 阿拉了 那我只好 直接強化 審判著蠻雷爾 歡迎來到我銀白臉上 然後就可以招兩隻新兵了 感覺是抱蠢的阿 接下來他會怎麼做呢 哇嗚 壓倒星 他不過壓倒星要撿蠻雷爾吧 其實他這樣沒有太好 噢 那你的 在你的回合之後受到傷害 OK 這只能告訴我爆到這些 再兩隻新兵 前來暴擾 現在我一直那一回合都堆兩隻新兵 兩隻新兵他會非常的難過 這樣的話我可能會直接給他一個爆炸射擊 然後三隻撞掉之後我還可以再下一隻 要三隻撞掉嗎 我又有兩隻了 仔細拉牌差 他應該有可能沒牌就要抽牌 果然他要抽牌了 沒牌就表示他這個局面不太好解 不讓他抽牌 欸他竟然直接 結束掉 為何 OK沒關係我繼續 我繼續誕生我的 我的新兵 然後我要丟震撼者 打到他的結束之後他無法丟他的法術牌清場 下回合敵方的法術 額外消耗5點 感覺局勢就是在我這邊的 他真的好 好久以前的那種 那種流派喔 來我現在來第一種看法術 就是 我死亡之身 帽子 變兩隻帽子 兩隻帽子之後再 再多一點 哈 ank 我死亡之身 哈 我死亡之身 只要我有一個手下的話 我就有多一點攻擊力 哇 他出牌了 他這樣有這次的新牌 我以為他都只會放很舊的那種孤寶牌組 已經去遠古術室了嘛 超遠古的 哇 鴨腦有性量 可是 他幹嘛 暗影之眼嗎 哇嗚 沒想到是這樣 好的 他暗影之眼 納摩 哇 各種戴帽子 各種戴帽子 還是 其實他是 李莫術 李莫術 因為我發現他目前打牌都不一張 哇嗚 嗚 他敲掉了 瑞文帶來的藍爵了 廚文帶來的藍爵 噢까 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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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他會丟補兼 那他至少應該會打正中的那隻新兵 他用吸的直接吸掉那隻新兵 那我場上攻擊力還是有1 2 3 4 5 5 6 7 他有7點 加上敵人的手下我可以再丟炮 還可以增加1點傷害 好啊 他會幫我增加傷害 唉唷 贏了 謝謝 各種戴帽子 來 國外好 國外來排隊一人一敵 不要強 不要強 那現在戰績是4勝2敗 那如果我再贏兩場的話 就是有成功的有60%勝率 那我可以提前結束就是1點 再一兩場吧 再一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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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的話 有爆炸陷阱跟大象還不錯 那我都留著 3號還可以下動物夥伴 加上他讓我打出節奏 那至少4號還可以直接硬幣加上 爆炸陷阱 加上 爆炸陷阱 希望是可以啦 有的借的話 OK 現在是他丟白板生物 可不可以又是一個很奇怪的數字吧 現在丟這種 超白板的 又是一個白板 哇 喔 對喔 白板的意思就是說 他 那個 每戰牌都有他的吸油路 然後正中間 啊不是啊 就是 每戰牌都有他的人力 然後他是一個空人的 那白板 然後我剛剛那個講錯了 那個吸油的人力 不過他的是沒有吸油度的 叫基本牌 叫靈魂版 綁定牌 我怎麼感覺他非常的生氣 直接撞我 那怎麼做呢 OK 我的嘲諷就萬事OK 幫我撞他 除了他還有蠻酷的卡貝 卡貝 後來就是 特攻 受 受盾特攻受 應該沒講錯 應該是 嗚 他真的是一個 超基礎 術士欸 我今天都遇到什麼 各種基礎的 一般不測我還是 不要被他打太多血了 二號換三號 應該還可以 結果他選擇接我的手架 超便宜的選擇 你不能拿走我的蠟燭 喔 阿翔丟了一個 鎖頭人 利普斯 好 他丟一個很奇怪的法師 恩 比較簡單的情況就是 我直接解住這門 沒關係阿 敵不動我不動 如果他不想破我的 化炸心底的話 那我就會持續一直扎臉 那如果他再丟一隻怪的話 我就要考慮要解 OK 我賺到兩隻怪 那其實他剛剛直接用藍吉士 撞掉我的話 還不要撞 不要撞掉 哇 是個冰封雪人 那冰封雪人的話 我們直接使用 幻影烙銀版連賽 然後強化我的英雄能力 我的英雄能力就變成 對敵方英雄造成3點傷害 那我每個都可以射他3點 然後我正在馬瑞爾也有可能欠解 他應該會拿雪人撞掉 如果他沒有街場的牌的話 嗚 人家衝到那麼猛 直接撞我的臉 哇嗚 看見覺得不太好了 OK 有多重射擊 我多重射擊之後 我丟 再丟弩炮射擊 然後敲掉他的怪 反正他還是會敲我 然後倒不是敲掉他的怪 以防他給他壓倒性能力量 或者是什麼心靈之火 搭配心靈之火 把我一波帶走 哇我又丟又雪人 哇 哇 他真的蠻衝動的 就這樣一直抽 OK 那我可能是直接 直接 自命射擊 好 哭不起來我沒有打中 我想要打 只好丟一個飛刀手 希望他打我飛刀手 他應該不會有一波波好帶走 如果 靠點神要倒性的話 12滴 再加一個心靈之火 欸我可能就輸了 不會那麼猛嗎 哇 開始有點難打了 為何 那我可能暫時要先 那我可能暫時要先 丟補血 臭三排 丟空鋼 新戰場會比先丟寶 好 他是怎樣 多憤怒啊 欸他狂撞了欸 有人叫醫生嗎 喔 我還要幹嘛欸 我還要一波波我帶走了 他這樣好嗎 如果他給我過來的話 我只要破 有辦法破掉他的盾的話 那我就贏 我可以丟這張超羞辱人的 要丟嗎 我知道 你們都在點頭 好 我丟了 咬血斑啦 咬血斑啦 如果我卡牌中的牌 都不超過一張的話 我的英雄人 會直接回復到血斑 就像是現在 就像他打一波 別無法再多 喔 超羞表示他避死了 我只要丟個弩炮 直接來吃 哇 哇 而且呢 自殺也不讓我殺 好 震撼子我欣賞 OK 獲得一個 五勝 兩敗 不過他能把 他如果再手順一點的話 我說不定是真的那套基本盤就可以打爆 他們誇張了 有時候 還是要試一下運氣啊 對面是一個 不可能是台灣人 叫成為成 成為成 嗯 法師的話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要留 反正有整個話 比好都留一點 剛剛打這招會是 我有魚人 絕對 神充 那我魚人隨時 我好像有拿到火球 打不到火球 嗯 要疊盾呢 還是鋪手下 要疊盾呢 還是鋪手下 要疊盾呢 還是鋪手下 疊盾還是鋪手下 疊盾還是鋪手下 借以我甩手下 玩的不錯 結果是一個甩虛 甩虛的話 我直接召喚 然後 差點好了 他應該會想要用火 夜衝擊 解掉我的神兵 不然的話 我就會用火星兵 解掉他 這個瑞寶衝擊的 這樣他會去衝虧 應該還是會解掉 一隻 沒想到那麼狠 可是不太想給你抽牌 但是這樣有點浪費 剩刷還是抽一張 為什麼那麼缺牌啊 前兩張都丟那個 抽牌角 他如果再丟抽牌 我就覺得 厲害 秘密 你覺得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 鏡像底 好 我錯了 解釋他臉 該不會喊兵護甲吧 欸 結果是一個兵法嗎 那我就要小心 他6號有可能會有爆爆 他還抽還抽 繼續抽 沒關係 繼續抽 那我先抽一張牌之後 看可不可以 直接硬幣好了 直接應兵就要智王 直接應兵就要智王 他保證爆風雪 保證 保證 我又不像人家前面衝浪多張牌 沒有爆風雪 那如果他直接爆風雪的話 我直接裹下 傳中 草原子 可以先賺他的6D 沒爆風雪嗎 這麼好的局面 如果 如果他沒有爆風雪的話 他真的不掉爆風雪 好 他選擇冰雙CG 我算一下我的牌 我現在如果抽上燈的話 我會顧望嗎 3 3 4 4 5 好 可以 要丟嗎 我覺得假死嗎 對啊 這樣會變6D 比較好 我丟個爆炸槍 過過場 我假死留著配秀娜拉斯好 記得他是個兵法 我感覺 他一定有什麼 後期的殺手劍 我還是丟了風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多兵 因為他是剛才投稿 都是大牌 那我可能要先丟一隻 測試一下是什麼 螺蛇 好 試一下極限 鏡像裡的話 嗯 他果然沒有1號牌 那我決定再找 他一隻新兵 他又可能會很生氣的 直接 再下一張捏 摸摸歐風 如果他很生氣的話 好 幸好不是被他複製到什麼嗎 這三隻 不然我就爆炸了 那如果他 對面場面是空的話 我可能就會下 馬洛妮 如果不是空的話 我就會下 架子隊 啦 他應該撞我 然後他的場面這樣 掰掰 OK 馬洛妮出現 可是我好像草原 好像馬洛妮 有點想說 下草原事實在 然後再多交一個人 我先丟一個欠傑馬洛妮 應該變洋 果然變洋 然後 然後火球截掉 那還剩三號 那還剩三號 我們可以再丟一個秘密 又抽牌 到底怎麼去牌 那我就要丟我的架子隊 拉拉 我還可以射 自己用潛力射擊 然後射掉我中間 那個 這樣之類的阿 可以讓他 每當這個手下 受到傷害 就會攻擊力的加倍 所以就是我只要讓他受傷的話 就攻擊力變12 哇 信紅那三隻 這隻蜘蛛超給力 都給我大牌 真是有 很給力耶 這隻有什麼 給我毒蛇阿 我都很傻眼 連窘那種 嗚 他還只剩十張牌 他覺得很討厭他直接把他擊掉 你看他現在 真正在受到傷害 為什麼要拿到24 我覺得有可能是低降低 我還是要低降低 好 不是 那 先撞他臉再說 先撞他臉再說 那他有可能烈焰風暴 沒關係 我現在 丟一個殘忠桃 就是 那接下來我就要提防他 下一個秘密還是要怎樣 會可能 因為他有可能放兩張 這樣 那他兩張那個 寒冰護甲都沒 應該都沒 或許會放一張冰箱 我確定 哇 還放坑 充滿坑別的 他真的有那麼多秘密嗎 其實他這樣解不好 快留了我的那個 塔中草的屁股 再嘗嘗 那我可能就是直接 過去收一件 敲掉之後 撞下去 然後丟 丟西瓦娜斯的風氣 欸 我以為 我以為 是金匠體 我想說丟西瓦娜斯的風氣 之後 我再用假式 把他那一隻風氣 再給通過來 結果不是 那如果他有烈焰風暴的話 他應該再轟 我 好 他沒有 看來他沒有 究竟我會不會偷他的苦痛師的來用 偷嗎 偷嗎 偷跑了 感覺沒什麼機會用到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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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觸發 再等到他下次 再出一隻大怪 再用那個 中指 那個夾死的可能 看不要緊 我冒錯了 不會吧 那我現在的話 有點尷尬 我錯了 前來報到 我 不自裂殺 沒關係 相信他解不掉 他不會把他弄死 然後 他應該不會想要把他 那個希望他死 弄死 因為我會再投一次 哇嗚 暗神界丟了火球 一顆 兩顆 兩顆 把這隻弄死 然後偷走他的暗動力打 然後我還可以拿到一張火球 那我看一下廠商攻擊力有 1 2 3 4 5 6 7 剛好 我先挖他的那個 他竟然跟我謝謝 好 我只要幫他補他一些 讓他哭 他一看到 他看到我加20滴其他應該灑掉了 蛤 這什麼回事 好 我還可以拿到一張火球樹 我就不信你還能 他還是冰箱 好啦 我還是給他一點面子 如果他還是冰箱的話 果然還是冰箱 那我可能要自己把我的小兵殺掉 把1萬降到水底 然後再給我一張耐油之軟 就算他清我全場的話 我還有一顆蛋 可以鋪出一個耐油蟲毒四次 才是可以打暗 雖然說 我應該是穩贏的啦 一定要回顧到全場 我帶來生命 這場 成功 成功表到人了 這套牌就是最無恥 就是表到人 沒想到那麽完美的ending 對不起 成為了 對不起 對不起喔 不小心就贏了 他就沒想說 我們贏定了 只剩20滴血 我兩顆火球在手上 結果沒想到一個 薛芳啦 然後他就 我覺得傻眼 傻在哪 好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點個喜歡 喜歡我的話 請點個訂閱 隨時跟蹤的影片 隨時跟蹤動態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你都我那眼 成功